园艺小国家Emma Candy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外表呢非常鲜艳的橘色 却布满了小吃 这样子长相很奇特的蔬果呢 你别看它很吓人 其实它的营养呢却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个呢就叫做木鳖果 这个木鳖果呢 其实呢包括它的这个藤蔓呢 都可以享用它的藤蔓就像我们的荣须菜一样 也可以吃 然后因为它就是属于葫芦科的苦瓜属 所以呢它有个俗名呢就叫做赤苦瓜 这样子的植株呢有分公的跟母的 所以呢公花跟母花呢 常常需要人工来授粉 它的结果率才会好 像这样子一颗一颗大大的像球一样大的这个木鳖果呢 它其实呢在它青绿色的时候也可以吃 或是黄绿色或是橘色的时候都可以吃 包括它的花都可以吃 那么种子呢却是一个很棒的药用的素材 这就是木鳖果全食物全营养 现在也是木鳖果的产季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吧 不但是好吃好用 可以入菜的 其实在台湾的原住民很早以前就有吃这样子的木鳖果 只是我们台湾的木鳖果跟东南亚的木鳖果是不一样 台湾的木鳖果大概就像柠檬一样小小的 然后这个木鳖果呢是这么大一个呢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也开始种植了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种台湾的这个农业的品种改良 过后的这个这个木鳖果呢 在台东呢 他们已经有大量的生产了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也都可以吃到这样子的 美丽又营养健康的这个木鳖果 那木鳖果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它的这种营养成分啊 跟它的保健功效 木鳖果不带很营养 所以它从这个外皮到内层 其实都是可以享用的 我们现在把它切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就是把头尾去掉 像我这个已经成熟了 就是完全熟了 就可以可以享用 那有一听说这些 我们台湾的这些种植的农民 以及有一些餐厅 已经开发出非常多的这种享用的方式 你看看 这个就是它的里面的这个种植 这一颗一颗的种植非常非常的棒 你看看它这样红东东的这个种植呢 这这外面的这个你看这么大一颗的种 这个红色的这个种皮啊 这个就有非常丰富的这种茄红素啊 就是自然界最强的这种抗氧化的啊 它就有抗自由基的能力啊 而且可以延缓这个衰老增强免疫力啊 所以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这个这个种植种皮啊 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餐厅啊 他们其实都已经把这样子的种皮剥起来啊 然后打成泥做成类似像果酱一样啊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不同的料理啊 这样子的泥呢不但是一个可以非常丰富的这个茄红素啊 它这样子的茄红素就是非常顾眼睛啊 保护心血管啊 然后它还有丰富的这个这个 你看看我刚才播起来就看到 它很丰富的纤维素啊 所以呢对于这种肠胃肠胃道呢也有帮助啊 这就是木鱉果它很棒很营养很健康啊 很适合吃啊 那我们今天就会用这样子的木鱉果呢 我让大家看一起一下 苦瓜呢其实呢 大概有几倍差几倍呢 我把这个苦瓜的种子拿出来给大家看哦 这个就是大鱉与小鱉 你看看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木鱉果的种子啊 我这一颗木鱉果呢 大概一斤左右啊 然后它的种子这么大颗 这个是苦瓜的种子啊 它几乎是苦瓜种子的 上十倍以上吧 今天我的方式呢就是 其实这样子的弄出来的泥呢 可以把它完全弄出来 然后去冷冻保存起来 你要做炖饭啊 或是做果打成果汁啊 或是当汤笛或是入菜呢 都是很棒很美味哦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这样子不断的搅拌 然后磨出来的这个泥 然后就放在面前 这个果肉呢 所以我就直接的方式就是很简单 就把它切块 然后我们就来挖出来啊 我是第一次买这个木鱉果啊 之前在市场都没有看过啊 我在大概三四年前呢 在餐厅吃过啊 吃过好几次 我觉得非常美味好吃啊 然后今天呢自己买到了呢 就当然要亲手做啊 因为这样子的营养健康的食物呢 一定在我的原意小国家 爱妈Candy的这个分享里头 享受生活分享生活就是爱妈Candy的方式啊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用这样子的 木鱉果的果肉呢 那依据贩售的这些农友们告诉我哦 他说连果皮都可以 可以一起进去煮哦 可是我有一点不太不太敢尝试哦 听说这个果皮也非常好用哦 它可以烘干磨成粉呢 也可以也可以使用的哦 那我今天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把果肉挖出来 我今天还是只有用果肉哦 其实我觉得这一颗呢 大概感觉有八九分熟哦 这个果肉呢 还有一点点的Q度哦 还有一点点的Q度 所以可以可以这样子 我把它分离可以这样子哦 然后我们一起等鸡汤炖煮了差不多 鸡汤炖煮半个小时左右 我怎么再把这个果肉放进去 就OK咯 今天用了一只鸡腿一只翅膀 然后十个红枣五朵香菇 水滚了把红枣跟鸡腿先下去煮 把这香菇不要加太多 因为最主要今天是要吃木鱉果的 这个果香的特别味道 香菇只是一个香气而已 所以我们用了一点红枣香菇炖鸡汤 先炖了以后 我们这个鸡汤煮好了哦 香菇红枣鸡汤呢 熬煮的差不多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木鱉果肉放进来 我们把果肉下去煮了哦 因为这个果肉呢 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在煮青木瓜一样哦 我买的这一颗应该有八分熟哦 所以它还其实还有一点点硬哦 但是你看我这样子煮了两分钟哦 它其实还有一点点Q度哦 你看看 然后我们就就给它差不多闷 要给它闷了哦 那我要加加一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总脚脚皮 也就是这个种子 种子外皮 应该叫做它种皮 它磨出来的这个这个汁液哦 我们把它加进来 我让它滚起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享用了哦 当然你就可以闷在那里一下下 我先试喝一口看看 它的味道 滚起来咯 OK咯 我们是不是加一点盐吧 好啦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木憋果 红枣香菇鸡汤 下这一碗包你眼睛明亮 因为它就是地表上最强的类 胡萝卜素 包含茄红素 胡萝卜素 叶黄素 玉米黄素 维生素 B啊 C啊 E啊 一大堆的营养 所以呢 这是给全家人最完整的客户 在这个现代三期产品用的非常多的年代 不管老的小的 最棒的客户的最美的食物 最营养的食物 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动手来做 非常谢谢你的观赏 原意想活在爱妈Candy 邀请你按下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的分享 对au Cyye Hass 请你去认�